麦当娜上世纪八十年代爆红 直到今天依旧实力不凡 她的名字几乎意味着个性与叛逆 意味着自我与张扬 如今她已经六十四岁了 哪怕身材稍有发福 可辣味依然如故 不过在生日派对上 比她更亮眼的是她十六岁的养子 竟然长出了比她更妖娆的状态 她直接赤裸着上半身 衣着黑色紧身裤 戴着一顶帽子 与妈妈的帽子为同类型 打扮与妈妈就像是亲子装 众所周知麦当娜一生结过两次婚 除了两个婚生子女 她还有四个领养的孩子 这四个孩子都来自非洲 十六岁的儿子大卫班达 自然就是麦当娜领养的四个孩子中的一个 她是麦当娜与第二任丈夫盖李奇 婚姻存续期间领养的孩子 她来自非洲马拉维 当初麦当娜决定领养她时 顶着很大的压力 不过麦当娜从来不是看人脸色 听人评论的主想做就做了 在这些年的时间里 虽然她感情道路上一直分分合合 却一点也没因为几个孩子而后悔过 大卫是在2006年出生的 两岁的时候 大卫遭遇重病被家人丢弃在医院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开启非洲型的麦当娜 大卫的情况引起了麦当娜的同情心 麦当娜最终决定收养这个孩子 大卫就此被带到伦敦抚养 虽然肤色不同 但是麦当娜对于大卫是如己出 大卫在英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她从此过着最好的生活 上着最好的学校 甚至因为麦当娜 大卫的肤色并不会被同学嘲笑 2018年在职业俱乐部本菲卡青年队的代表 找到大卫 班达后 麦当娜立马做出了举家搬到葡萄牙的决定 在葡萄牙购置房产 她说 希望大卫有最好的教练 麦当娜为了让儿子在足球方面表现出色 她为家人制定了一些方案 这也让其他孩子再除了这项运动外 再没有别的活动 她也承认制定这个计划 确实对其他孩子不公平 进入本菲卡U12之后 大卫的天赋也得到了绽放 虽然她没有顶级球星的天赋 但是大卫的表现还是不错 17岁的她如今和本菲卡青讯签下了合同 未来大卫有机会成为一名职业球员 她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自己 会和流行天后麦当娜成为母子 今年虽然才16岁 但已经发育成大小伙子 拥有一米85的健硕身材 腹部十分平坦 手臂肌肉 轮廓明显 如同一位黑人模特一般外形很出众 已经属于黑人中的大帅哥了 与母亲麦当娜 站在一起 比她高出了一大截 又细又长的那种 大概正是这种身材 大卫穿起母亲红色休闲裙 极为妩媚 虽然配了一双黑色休闲鞋 却超级有模特走在替台上的风情 对于此麦当娜自己也承认 比我穿还好看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麦当娜亲自说过 儿子喜欢穿女装 而她对于儿子的爱好非常支持 这或许就是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吧 如今的大卫在没有训练和比赛的时候 和麦当娜几乎是形影不离 她陪伴着麦当娜出席各类的活动和度假 她通过复制麦当娜的经典画面 致敬母亲 让麦当娜一次次登上热搜 比如说穿红色长裙 就是在复刻 麦当娜的经典画面 虽然麦当娜有两个亲生孩子 但是她最为宠爱的是 16岁黑人杨子大卫 二人几乎形影不离 大卫充当着各种角色保镖 管家 司机等等 中国有句古话叫儿大闭母 而母子俩时常在公开场合 表现亲密毫无顾忌 还会经常一起去夜店狂欢 搂搂抱抱 丝毫不在意他人眼光 或许与麦当娜生活的国度有关 也与她本身的性格有关系 从小到大 麦当娜都将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之上 而且从不为此而自卑 麦当娜出生于一个相对普通的家庭 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母亲是全职家庭妇女 总共生了六个孩子 可惜的是 麦当娜的母亲在她五岁的时候生病去世了 虽然父亲后来再婚 但对于麦当娜兄妹的管理已经很少 而且父亲与继母的关系并不好 家庭氛围非常不理想 在这样的家庭状态中长大 促使麦当娜叛逆个性的形成 她从小学跳舞也一直喜欢跳舞 为此她要穿上各种舞蹈服 从而彰显自己的个性 正因为如此 麦当娜养成了自我 个性 且不管别人怎么看的性格 一个敢于将裙子当众聊起的女汉子 麦当娜在走上音乐事业之后 其舞台风格 也拥有了自己 独一无二的大胆与性感 什么叫脸红 什么胆怯 那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样的风格 让麦当娜真正走向大红大紫 走别人不敢走的路 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让别人无法超越 包括感情 麦当娜虽然只结过两次婚 可她身边从来没有缺少过男人 有美国的媒体曾为其统计过 麦当娜到目前为止 至少有过十六段恋情 这个数字绝对让人惊讶 可却真的很麦当娜 与她自身的风格 个人的形象极为般配 就如同她毫不在意外界眼光 而收养四个孩子的行为 大卫在麦当娜的抚养下长大 自然从骨子里渗透了自我 自信 同时又时尚 前沿的风格 她穿女装一点都不羞怯 除了妈妈的红裙子 她还有花裙子的常识 自然因为身材的缘故 大卫的裙装形象极其妖娆 虽然皮肤有黑肌肉发达 可却不输妩媚 甚至是迷人风情 看看大卫伸出大长腿 将黑到发亮的大腿赤裸露于长裙之外的样子 那分明就是替台上云淡风轻 超然自我的嫩模形象 大卫不但喜欢女装 也会搭配女装 加之自身性别的原因 她的样子倒真的比麦当娜 还有几分狂野 其实 麦当娜自己对于儿子的行为 也有一种助推效果 在她眼里 只有出其不意 才是时尚 儿子不走寻常路 于她正是一种前沿的时尚态度 看看麦当娜领养的其他三个孩子 何尝不是将自己置身于时尚的漩涡之中的 他们虽然还未长成形象上稚嫩 可却早已经得到了母亲的真传 一行一动之中 全都带着天然的时尚达人模式 未来的他们 恐怕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火辣麦当娜 看着麦当娜与大卫牵着手 穿着裙子走在一起的样子 莫名之间产生一种母女感的即逝感 麦当娜在拼命像嫩了装扮 而她的儿子则正努力 向母亲成熟时的样子靠拢 这是一种多么惹眼又多么和谐的状态 从非洲来到葡萄牙 从被抛弃到得到麦当娜的宠爱 大卫总是用她独特的方式 回报母亲的爱